向往之路 目色苍茫 原江奔腾 十四头亚洲象 缓缓从老213国道 原江桥上走过 消失在原江南岸的丛林中 十多公里外 云南北夷亚洲象群 安全防范工作 原江县现场指挥部内 当无人机传回亚洲象群 成功跨越原江的实时画面时 现场工作人员 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阵欢呼 日历翻回2021年4月16日 玉西市原江县与普尔市墨江县 相邻的一座山头上 突然出现了一群巨兽 大象来了 实际上 这群陆地巨无霸 早在2020年3月 就开始脱家带口 离开老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逐渐移至普尔市斯茅区 宁尔县区域活动 迁移是野象正常的生活习性 然而如此大时空的迁移显然并不常见 也突破了我国亚洲象研究有记载以来传统的七夕范围 国家林草局很快派出专家组 并成立北夷大象处置工作指导组 敦守云南开展工作 5月11日 象群度过七夕地分界巷的原江一路北夷 形势更加紧张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人象量平安 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底线 大象贪吃点没事 他想吃就吃 我们的庄稼被吃掉了明年可以涨 大象如果灭绝了就没有了 在绿水青山之间 象群所到之处 百姓悄然避让 企业关灯停产 保持静默 亚洲象北移途中的一幕幕感人情景 汇就了一幅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6月6日 一头公象离开象群 反复进入人群密集区域 为了防止人象冲突造成公共安全风险 指挥部紧急启动 捕捉转移应急管控方案 将独向短暂麻痹 连夜安全转移至西双版纳 在当地政府不遗余力的柔性引导和细心呵护下 象群终于停止北上 一路难返走到原江附近 从老213国道原江桥面上顺利跨过原江 最终平安回归七夕地 截至2021年8月8日 云南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 无人机973架次 不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 输赞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 投放象时仅180吨 这是一次人与野生动物的友好对话 为了让这群亚洲象平安回归 事已核心地 为了人相平安 无数人夜以继日 默默无闻地付出 为象群保驾护航 让向往之路成为最美的风景